各位母子弟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副总的命运连世瑶 今天又是早餐汇报外景特别偏了 不过大家可能会想说 今天来宾怎么好像不在这里呢 那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来宾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几位人物 因为其实是第一次邀请她的她来向我们早餐汇报 那我们来欢迎魏武银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艺术总监 简文斌简总监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次有早餐汇报来宾来提出这个要求 说她可以滑进来 就是来等 又滑的比较快 我记得上次我来魏武银跟简总编专访 应该是在魏武银开幕的时候 对好像是快要四年前 那我记得魏武银那时候简总监就有提到说 你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众人的艺术中心 可不可以请总监跟我们讲一下 你觉得这四年来有达到这样子的目标或期望 有啦 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营运团队 那还包括我们的董事会 甚至监督机关文化部还有立法院 最重要当然是所有的高雄朋友们 大家都非常直直 然后我们也是从2018年10月开馆以后 我们确实一直是朝着这个目标在前进 就是打造魏武银成为一个众人的艺术中心 或是说像我们的建筑设计师 Francine Holben说的 基本上是高雄人的文化客厅 这样子努力下来也是看到一些成果 当然我们自己还是总是觉得说 还可以做更多 那也希望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到魏武银 那我相信我们很多粉丝朋友们 应该或多或少都有来过魏武银 参加节目啦 或是来逛逛啊 来打卡啊 都是有可能的 魏武银在4月时候会推出 第一届的魏武银国际音乐节 那我看那个规划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是 平常魏武银在春天的时候 会推TIFA是当代音乐平台 看起来很像这个升级版 好像把它变成一个音乐节的规模 那不然可以去总结跟我们谈谈 怎么样决定来把它做这个音乐节 也不能说是升级 只是要让这个连结的力量更发挥 那过去三年的当代音乐平台 它当然很可惜有两年是遭受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是跟策展合作 也是很快的就把它变成是用其他的方式 不管是线上或者说展览的方式 那但是当时我们有几个目标 就是做当代音乐平台 那它是一个表彰 在当代的表演艺术里面以音乐为中心的各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就是最中心的表演节目 它都是在跨界跨领域的这个作品里面 以音乐为主导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以音乐为中心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来培育演奏当代音乐的人才 所以我们同时也有推出当代音乐演奏的工作方 连续三年 那另外就是在国际的交流 我们和南韩还有和匈牙利艺文方面的机构 来签署合作的约定 那我们每一年会有年轻的作曲家和指挥家 会到匈牙利接受Peter Erfus 这个大概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 跟音乐家之一接受他的指导 另外我们也有机会透过互换的这个形式 可以听到国外很多优秀的年轻作曲家的作品 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三年其实它比较针对的都是 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 它的影响力 你觉得它有一点点局限 就好像是有点大家来这边 比较是在表演这方面就是表演者这一段这样 对或是说有一些创作者或是策展人 研究学者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说 那它有没有可能再跨一步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我因为过去一起工作的关系 所以就是陈寅淑女士 就是一个南韩的这个作曲家 就是长年住在德国 那她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最忙碌的作曲家之一 那因为她常常在帮人家办音乐节 那是从英国办到德国 那现在在韩国 最有分量的音乐节 统营音乐节 那也是刚好从今年开始 她是接任艺术总监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请问她说 你有没有兴趣在台湾这边也来做这样子 类似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很快就达到共识 就是说所谓的当代音乐 它不应该它只是当代 我们要跨的那一步就是说 当代音乐其实你没有之前 你没有过去的几百年是不会有现在的 对 它不是横空出世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透过这个整个节目的规划上面 它可以听到的是说 原来音乐它是怎么来的 这样子让它的那个趣味性增加 所以我们就决定像比如说 我们在4月8号的开幕音乐会 標題打了就是200年的音乐 那所以我们有看到有海盾的作品 那我们也有看到现在快要完稿的台湾作曲家 林佳穎的作品 那中间还有穿插20世纪 19世纪末的作品 以这场音乐会为例子 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听到说 现在我们的音乐有多丰富 在所谓的古典乐上面 我们有多丰富就是从海盾一直到这个林佳穎 那这样子的这个理念 其实就是贯穿了整个音乐节的节目规划 那当然很可惜因为我们是奋斗到最后一片刻 就是说到底国外艺术家入境的状况 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那但是依照CDC的防疫规范 那就很可惜 我们就必须要在一个时间点就决定 我们要有一些取代替代的方案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像一开始所设计的那个样子 就是全貌的来推出 但是我们自己看现在调整过后的国际音乐节 他还是在丰富性上面 还有我们想要提倡的宗旨 其实是没有受影响 那我想这个节目有非常多很精彩的节目 那除了总监你刚提到这个开幕音乐会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 大家非来看不可的节目 像这种问题对我来讲都是非常不公平 因为我都会想说每一场都很棒 对但是我觉得我很想要介绍一场是 他的主题是在讲展览会之化 这个管弦乐作品 那他其实原来是一个穆索斯基 是一个俄罗斯的钢琴曲 但是后来20世纪初 经过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改编 变成是一个管弦乐版的展览会之化 那因此也变成 几乎全世界所有交讲乐团的必演奏的曲目之一 美国之家各教堂音乐团他们在几年前推出了这样一个系列 叫做总谱之外 对 beyond the score 那他不是只有演奏 他还包括现场有一位说书人 然后他也有包含戏剧的这个元素 那另外以展览会之化这首曲子来说 因为他原本是钢琴 所以他在这个音乐会里面 也会特别有一个钢琴家来演奏 然后再加上 有一点像我们常常在做这个后台解密 那这个就是管弦乐曲的解密 就是希望在这一场音乐会里面 透过这一首曲子让大家更知道音乐 古典音乐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推荐 因为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个我都听不懂 但是其实透过这样一个系列 它的有一点深入浅出 然后另外它会用其他的方式 来帮助你去想象 就是说原来音乐是有可能 原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更多人 会因此对这个欣赏古典音乐 或者说欣赏交响乐的音乐有兴趣 那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大家 不妨来参加这场音乐会 对 而且我记得魏武林 把这个名字命名得很好 叫展览会之化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总监 你觉得来参加这个 魏武林国际音乐节的观众们 他们能期待带回什么样的收获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表演场馆 那我觉得在本质上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平台 我就说大家可以来这边 所谓这个平台 它绝对不是只有专业的人士可以来 那大家也知道 我从一开始 我就是努力在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我要去殿堂化 艺术它不应该是这么被 怎么讲 就是被供奉在那里 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 它应该是很简单就可以去欣赏 或是说很简单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很好听 或者说这个很好看 踏了第一步之后 人家讲说头过身就过 所以你第一步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不能把踏出第一步的责任 你就丢给他们 我们要提供一个机会 我们要把这个路修平一点 让你真的是安心的踏上去 我们是提供机会让大家来接触艺术 来喜欢上艺术 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被制约 然后被供奉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诚挚的欢迎大家来 那整个国际音乐节我们有好几档节目 那除了我刚刚讲开幕音乐会 既然有开幕也有闭幕 闭幕音乐会也是一样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 也是同样是管弦乐 那中间我们还有穿插一些 比较是个人的 或是说小型的室内乐的方式 大家如果有空 你就不妨来看一下 试一下 你先听 然后再决定说 我下次要不要再来听 对 那就欢迎大家4月的时候 就来踏出第一步 是 欢迎大家 魏武营国际音乐节 第一届我觉得实在是蛮值得 大家来参与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可以这么说吗 那么母记早上汇报 外景特别篇今天就到这里啰 大家再见 好 拜拜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吃 可以啊